SS資料庫 放到哪裡呢 在 第1個他你要確定一件事情就是 你的 IIS有沒有安裝 IIS 如果說你是 自己內部或者說你們可能公司有一個server 那你可以放在server上面的某一個 Web網站上面 那如果沒有的話 你可以就是在你的那個 電腦裡面先確定一下 有沒有安裝IIS部分 你右鍵管理一下 管理之後呢 各位可以點開來 那各位可以看到 這邊預設的話呢 通常服務運用程式 如果你的電腦是windows XP 或者是windows 像我這電腦是windows XP 預設的話 可能有裝可能沒裝那這一台是沒有安裝 那你就可以從那個控制台裡面 新增移除 我把它改成 這個新增移除 新增移除程式裡面 再把這個地方新增移除原件裡面 找到IIS你可以 把你的Web 架設起來 這邊有個IIS 有沒有IIS 那你這IIS把它打勾了 不過這邊有個問題 他可能會跟你要那個 原 版光碟 插幣光碟 因為要光碟 才能安裝上去 那如果說你安裝完畢之後的話 也建立 一個Web 的 伺服器的話 那你就把IIS 放在那個網站的 更目錄底下 那最後的話你就查一下 內部的你的IP 比如說在這邊打一個 開始執行 這邊的話你可以打一個 CMD 或者不用那麼麻煩 你可以簡單一點 在右下角 這邊有一個小圖示 點兩下 這邊就可以看到我們的 這個 IP位置 有沒有 那你到時候呢就把這個IP位置 寫到 我們的那個 Open的這個目錄底下 這邊有一個 我們在城市傳寫的時候 有一個路徑 開發人員裡面有一個 這個地方 Data Source 那我是用什麼 我的電腦路徑 那如果說將來 各位寫好之後的話 你可以這樣把這個list work Paste 這邊可以修改一下 改成什麼呢 這個把它 數解 然後把這個地方 稍微修改一下 改成什麼 改成 Data Source 這邊 可以把它改一下 那斜線就改成這個方向 斜線斜線 然後哪一個呢 這邊假如你把那個 192.1